潘伟博在巴厘岛的婚礼终于落下帷幕了 娱乐圈内众多的艺人好友都纷纷出席了 其中就包括英彩儿 孟佳 杨成林 陈妍希 姓 王力宏等 朋友圈晒完了就要轮到长辈圈了 婚礼中长辈是不可或缺的 潘伟博在婚礼当天似乎并不想公开长辈们的照片 毕竟作为公众人物 也想让自己的家人们曝光在镜头前也是人之常情 潘伟博的长辈们的童框照还是被公开了 当然很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潘伟博的父亲和岳父 只有母亲和岳母的童框照 岳母和母亲就足够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了 第一眼看过去 潘伟博的岳母真的好年轻漂亮 感觉比自己的女儿轩云的五官还要精致大方 这样看来 轩云肯定是纯天然的美女 看妈妈的五官就知道 轩云的美貌完全是遗传了妈妈 连气质都非常相似 轩云对妈妈和婆婆似乎也有着区别对待 轩云的妈妈穿金色的旗袍 她的小心思都用在了妈妈的旗袍上 妈妈的旗袍看起来非常奢华 而且是刺绣的 还是凤凰图案的 这样一件旗袍看起来至少要五位数起跳的 金色的旗袍似乎也衬托出了轩云的飞上之头 变凤凰的野心 更衬托出了母亲的贵气 轩云还为母亲买了金镯子和耳钉 虽然没有项链和戒指 潘伟伯的岳母整个人看起来是非常出众抢眼的 她甚至看起来有一点酷似照雅致 轩云和亲妈似乎都很喜欢穿金带银 都喜欢同样的大金镯子和金链子 轩云连身上的旗袍都是金线 脖子上戴的是金项链 头上戴的发叉居然也是黄金的 相比起来 潘伟伯的妈妈则相对朴素大方 潘伟伯的母亲身穿的喜服就是普通的 不会超过四位数 轩云的确很偏心 给自己的母亲穿金色的贵气的旗袍 而给婆婆买的却是普通的喜服 为什么不能同样给婆婆和妈妈都穿一样的旗袍呢 潘伟伯的母亲的首饰看起来比岳母要奢华 她的手上戴的是大金镯子 脖子上的可是一条大钻石珠宝项链 手上还拎着小包包 总体来看 论颜值外貌 潘伟伯的岳母略胜一筹 论财力和家世 潘伟伯的母亲赢了 从两个母亲的长相来看 两个长辈都不属于很单纯的慈爱的长辈 都是属于大女主强势的气质 能够让潘伟伯的母亲认可 看来轩云还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付出 四个人同框 只有潘伟伯是咧开嘴开心的大笑 岳母和亲妈都是名嘴甜蛋 四个人的站位和姿势也非常值得细品 潘伟伯一只手仅仅牵着妻子的手 另一只手并没有去牵自己的亲妈 想起了之前 同样在婚礼上 窦霄可是全程都牵着亲妈的手 而轩云则不同了 她明显是一个孝顺的女儿 全程一只手牵着自己的亲妈 这就是看出儿子和女儿的区别了 潘伟伯略微有一些娶了媳妇 忘了娘的记事感 而同样在婚礼上的窦霄却没有给人这种感觉 只能说潘伟伯取到了美娇妻 有一丝得意忘形的喜悦感 完全忽视了亲妈的感受 最后还是要恭喜潘伟伯新婚快乐 白头偕老 100 1 重곡 2 4 2 旅